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大陆综合消息 时事评论从被自杀说起 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10月16、17日 真善忍国际美展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展览 吸引了很多这座知名学府的学生和游客 前来观看 这次美展的作品以油画为主 展现法轮功修炼 和20年的和平反迫害 齐恩是多伦多大学经济系 和生物系的大三学生 在留言本上写道 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让我知道了真相 我也会进一步的了解更多 我要学法轮功 来自墨西哥的大学生 修马拉 观赏画展后感谢道 谢谢你们让我大开眼界 遇见法轮功是我的荣幸 我回去一定看书修炼 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克里斯特说 这个真的太糟糕了 我不知道我可以为他们 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什么 但我相信尚恶有报 10月10日 美国乔治亚大学法轮功俱乐部 再次在校园里举办红法活动 介绍了法轮功强身健体的功效 以及其在中国大陆 所遭受的迫害真相 本次活动分为两部分 白天有户外的功法展示 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 及法轮功学员 在中国大陆的迫害 晚上还有活摘 大卫战红魔纪录片的播映 在这次活动之前的新学期开学之际 俱乐部还参加了全校举办的 俱乐部招收新成员活动 10月16至18日 在澳洲悉尼市中心最繁华商业区 海德公园举办的亚洲美食节期间 法轮功学员在入口处展示五套功法 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 当地民众纷纷驻足了解真相 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 并呼吁澳洲政府为法轮功发声 有的当场学工 有的希望悉尼社区有更多人练法轮功 有的华人说法轮功团体是最正的 沙拉女士之前就知道中共迫害老百姓的事 她说中共政权所做的事太恐怖了 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言 那么多人遭受迫害 最近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 恰好是中共恐怖政权的写照 我坚决支持你们法轮功学员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签署请愿书的原因 祝你们好运 达安娜女士说 希望澳洲政府利用与中共的贸易关系 制止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和滥用酷刑 如果澳洲政府为了保持与中共的贸易关系 不站出来为受迫害者发声 这会令人们不安 希望澳洲政府利用与中共的贸易关系 从中做正确的事 10月20日 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 受邀参加白马市议会举办的春季社区节庆 祥和优美的五套功法吸引民众驻足 各族裔民众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以及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20多年的异举 很多人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 环境科学家吉尔说 如果在生活中更多人遵循真善忍原则 世界会更美好 10月19日20日两天 日本爱之县民古巫市举办第65届市庆 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地段容 举办了红法讲真相 揭露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 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并征集声援全球起诉 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的签名活动 10月20日台湾花莲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花莲火车站前的广场设立宣传摊位 介绍法轮功真相并展示五套功法 向来往的旅客讲述着 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残酷迫害 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 许多来往的旅客在了解了真相后 纷纷签名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 10月11日 由欧洲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 首次在希腊雅典亮相 把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 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带给这座曾经对欧洲 及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 希腊小伙子拉尼·达斯 不是法轮功学员 但他跟在队伍中打着横幅 从起点一直走到宪法广场 他说 每个人都应该相信真善忍 我加入游行是因为对中共的迫害沉默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中共政府非常强硬 共产主义极其严厉给人洗脑 人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想法而遭受迫害 德国法兰克福图书展览会 10月16日至20日举行 法轮功学员在此期间 在大厅外搭建展位 向前来参加展会的人士 及来往路人 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并征集签名 为德国政府讨论 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实施 提出请愿 伊里米奇是展会工作人员 他在法轮功学员的针签表上签了字 他说 对一个人来说 信仰自由是最珍贵的自由 但是那些中国人不得不承受极大痛苦 他声音哽咽 听了一下接着说 我希望那些中国人的处境会变好 我在电视里边已经了解了很多 他们没有言论自由 信息自由也少得可怜 他们遭受迫害 这真是令人难过 10月19日 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在瑞生丹桥举办信息日 尽管雨下个不停 仍然有许多路人走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了解情况 并且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 一位从德国南部来的女士 在两个不同的征签表上签了字 她看到很大的横幅上写着 在中国正在发生器官强摘几个字 说这是完全不允许发生的 人们必须制止这件事情 法国每年7月举行一次对生命伦理法的修正 2019年90月间 在法国国民议会内 连续几个星期的生命伦理法修改研究和讨论会后 法国上塞纳省议员安德烈·加多伦和洛利亚纳·罗西联合撰文 法国应该承诺反对强摘器官 于10月2日在法国解放报网站发表 谴责中共强摘器官暴行 文章最后强调 法国是国际人权宣言的发起国 必须坚决地和带有榜样性地展开道德战 否则法国将有可能成为引力和不受控制的器官移植市场的同谋 而非政府组织 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IFOH称 中共强摘器官为冷酷的群体灭绝 一种看不见的群体灭绝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辽宁省本西市今年39岁的法轮功学员高玉东 被中共长期非法通缉迫害 流离失所长达11年 2019年8月23日在吉林省长春市被绑架 现被非法关押在本西市看守所 被迫害至心脏病 生命令人担忧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新铺镇政府公务员 法轮功学员许张清已加三口 9月26日晚上 遭到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局 孝南区新铺镇派出所等部法人员抄家 绑架迫害 家里的钱、银行卡等物共计40多万被掠走 目前许张清和未修炼的儿子许高瑞 被非法关押在孝感市孝南区看守所 许张清的妻子图爱莲 被非法关押在40多公里外的湖北省安禄市看守所 河北省新铺镇市马庄乡北营村法轮功学员编秀娟 郑燕梅、李月眠 2019年4月12日在申州大屯乡突禄口村蒋真相时被诬告 遭绑架 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恒水看守所 于10月6日7日被构陷到法院 四川穗宁市法轮功学员谢成芳、范秀山、刘琼、罗通玉等 3月20日被警察非法抓捕 9月30日谢成芳、范秀山、刘琼被非法庭审 谢成芳被非法判刑一年半 并被勒索4000元 范秀山被非法判刑两年半 兼外执行并被勒索4000元 刘琼被非法判两年 兼外执行并被勒索3000元 山东省青岛开发区法轮功学员李富荣老太太 2019年8月6日在黄岛区临山魏镇集市上 蒋真相被绑架回家后卧床不起 还遭临山派出所警察先后5次到家中询问 拍照等骚扰威胁 于2019年10月15日韩渊离世 终年78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 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10月20日中午时分 美国纽约第三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区的第八道上 民众站立街道两旁 翘首欢迎法轮功的游行队伍 浩浩荡荡 绵延20条街区 再一次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这里的民众 林女士说 做人要真善人 我对这三个字很认同 王女士说 挺开心的 因为这个法轮功游行 我没有见过 今天第一次见到 当日有503位中国民众 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 加拿大多伦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10月12日至14日 参加在列治文山市举办的南瓜节庆典中 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 有民众当场和法轮功学员学练了法轮功的功法 也有很多游客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 一位中年华裔女士在和学员的交谈中说 我回去也要告诉我的朋友你们正在做的 你们现做的事是非常珍贵的 希望你们坚持下去 10月11日至13日 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健康保健展 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再度设立展位 向人们介绍法轮功 很多来宾在听完介绍后 纷纷报名预约于10月19日至27日 举办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 10月19日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团体 再次应邀参加了北部 伊斯特伍德最大的庆典活动 清苹果节街头游行 在舞台上进行功法演示 以及在展位上教功讲真相 当地各界民众盛赞法轮大法 给他们带来真善忍的美好 社区周报的社长兼总编约翰·布斯说 我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天国乐团 邀鼓队的表演 他们太棒了 他们非常明亮 带着让人舒心的能量 他们带给人平和美好 他们是一群真诚的人 我喜欢他们 10月18日至20日 芬兰法轮功学员 参加了赫尔辛基会展中心的 我爱我博览会 介绍法轮功 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很多民众学练功法 并签字希望停止迫害 10月13日 首届瑞士德语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在苏黎市召开 19位中西方学员上台发言 交流了自己如何在工作 学习生活中 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归正自己的言行 努力做个好人的经历 他们中有修炼20多年的老学员 也有才开始修炼6个月的新学员 有正在攻读学位的大学生 也有七八十岁的老年学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云南省近期有41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 绑架 8、9月份 在云南省政法委610操控下 国保警察 派出所警察 社区 司法所 不法人员 对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 绑架 抄家 派出所警察根据上级公安局所谓维稳安排 上门对曾经被非法劳教 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训诫 对被绑架过曾经肃僵的法轮功学员 进行谈话或抄家 为了制造恐怖气氛 无理由的绑架法轮功学员 据明慧网报道和近期同修提供的情况 现在已知遭迫害的有41人 其中骚扰4人 其实远不止此数字 抄家5人 绑架27人 都进行了抄家抢劫 判刑2人 失联3人 8月被骚扰4人 抄家4人 绑架7人 判刑送监狱两名法轮功学员 9月份被抄家1人 绑架20人 失联3人 义务修禄3年的李月虎被迫害 八旬老母维权 湖北公安县法轮功学员李月虎 是个忠厚的好人 曾为家乡义务修禄3年 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 已经被非法关押3个月 近日 法院应故取消非法庭审 他年迈的母亲认定儿子清白 定要为儿子名冤 李月虎49岁 家住在公安县豆湖堤镇车雷社区 靠种菜为生 他修炼法轮功后 按照真善忍做好人 是邻里称赞的忠厚好人 十多年来他在老家 与80岁老母亲住在一套简陋的房子里 他门前一条泥土路 经机车碾压的大坑小巴非常难走 他坚持义务修禄3年 感动了邻里相亲 大伙商量各自把自家门前铺上水泥 彻底解决了行路难的问题 2019年7月11日晚 李月虎骑摩托车 在公安县张田寺 相后接时被绑架 起诉至公安县法院 李月虎的老母虽以80高龄 且身体虚弱 但老人内心很坚强 为了营救儿子多方奔走 老人带着乡亲们的联名营救信 在亲友的陪同下冲破重重阻力 到一百多里的派出所要人 到国保看守所要求见儿子 到社区寻求帮助 到检察院要求放人 10月15日 老人又向法院院长 罢案法官及检察院公诉人 通过EMS投递 撤回起诉申请书 在生活极度拮据的情况下 为李月虎聘请律师 法院原本计划于10月16日 上午非法开庭 后应故取消 据分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是非法庭审的信息被大众知道 幕后黑手政法委 害怕法轮功学员人多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 不批捕 宋吉林已回家 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 对法轮功学员宋吉林 不予批捕 青岛开发区公安分局 于10月17日晚 将宋吉林释放回家 宋吉林于2019年9月10日下午 外出归来 在自家住宅楼前 被青岛开发区公安分局 国保大队四名便衣警察拦截绑架 长江路派出所 以朱景涛为首的四五个警察 没有经过黄岛区当地医院 和青岛海茨医院体检 就直接把宋吉林 劫持到青岛市浦东看守所 看守所医生测量 宋吉林血压超过200毫米拱柱以上 血糖心率等指标都超高 朱景涛等警察 不顾宋吉林的生命安危 与看守所御医警察串通仪器 非法把宋吉林关押于青岛市浦东看守所 长江路派出所警察声称 对宋吉林刑事拘留 但是没有给亲属送达通知书 扣押宋吉林随身物品 也没有给他扣押清单 律师去看守所会见时 看见宋吉林精神萎靡 问其原因 宋说 看守所警察医生 每天强制他吃降压药 测量血压在160至190毫米拱柱之间徘徊 感觉头痛 头晕等症状 10月10日 青岛开发区公安分局 把绑架构陷宋吉林的案子 移交到黄岛区检察院审查批捕 黄岛区检察院决定不予批捕 青岛开发区公安分局 于10月17日晚11点 将宋吉林放回家 直接迫害人致死 山东龙口市610曹承旭被举报 曹承旭 曾任山东省龙口市610主任 是龙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之一 由其受益指使直接参与迫害 所使用的酷刑友 暴打 敖鹰 暴晒 蹲马步 电棍电 有的学员手都被电熟 不让吃饭 关铁笼子 游街等等 它还是发生在2000年7月 龙口市第一起法轮功学员被迫 害致死案的直接凶手 但人间不是行恶者的天堂 现在曹承旭已被民众举报 曹承旭 男 1964年生 身份证号码 略 原工作单位 山东省龙口市政府610办公室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 现退休 家庭住址 山东省龙口市东城区 龙足小区13号楼东单元三楼 共有三处住址 龙口黄县有两栋楼 黄城级有一栋楼 曹承旭的妻子柳桂勤 曹承旭的儿子曹阳 工作单位 龙口市东江镇政府 曹承旭是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人 长期担任龙口市写党基层书记 先后在龙口市丰宜镇 现合并为石良镇 夏丁家镇 龙岗街道任书记 2013年 曹承旭踏着法轮功学员的鲜血 爬上龙口市610主任的位置 在此期间 曹承旭操纵 龙口市公检法制造多起冤案 其中2012年的411事件中 5名法轮功学员被重判 因讲真相发小册子 被判冤语者多达十几人 对发放2020年年历小册子的建议 明慧年历小册子 由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一种之外 又增加了明白是福和金种子两种 真的是太好了 携带和发放都很方便 因为常人的年历在11月底 基本上就大量上市了 往年 有同修就遇到过 这个时候 你赠送给世人明慧年历时 有的人就说 我已买了 你们怎么不早点发啊 所以 我建议 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 在11月底以前 大量的发放 也可以和其他小册子搭配着发放 当然 12月以后 到过年的这段时间 也可以发放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 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17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9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 所说 所做 对大法 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我眼中的修炼法轮功的丈夫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的妻子 丈夫修炼法轮功前抽烟喝酒打牌 好吃 粗暴打儿子 修炼法轮功后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不好吃不打儿子 戒掉了那些坏习惯 在她修炼法轮功后不久 有一天中午吃午饭 因我不了解法轮功 坚决反对她修炼 非常生气 就踢了她几脚 又把桌子上的几碗菜 全都从她的衣领口处倒下 她不但没还手 反而还笑 然后就去清理她身上的菜 我还经常骂她 她从没还过口 都含笑相对 说 法轮功教人修真善忍 做好人 净化心灵 身体健康 全家受益 在我不了解法轮功时 她受迫害回家后 我多次对她破口大骂 骂她没有良心 没有家庭责任感 没有尽到她该尽的义务 只顾自己不顾家庭 让我们家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还要面对别人的白眼和非议 但不论我怎么骂她 她也不生气 只是一直给我说 法轮功讲真善忍做好人 不是她不要家 是她被迫害顾不到家 因儿子不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就认为自己受到的委屈和痛苦 都是她父亲一手造成的 就拿着菜刀对她凶相毕露 要去杀她 她仍然一点不生气 也一直给儿子讲 她修炼法轮功真善忍 是如何做好人的 后来儿子看到她确实是一心为别人好 没有私心 理解她父亲的行为后 反过来对她非常的尊重 什么事情都愿和她沟通 无话不说 在学校教书时 学校的音箱坏了 领导叫她拿去县城修 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连车费钱都没要 她帮班上的学生们在县城书店购买了几十本辅导书 没多收学生一分钱 并且贫困生她都不要钱 甚至还把家里的课外书也拿去给学生看 我们家门前安了一个声控路灯 因为瓦数小 白天也一直亮着 我说把路灯取了 浪费店 她说不取 大家过路都好看 要不到好多钱 在辅导学生时 有一学生送给她香肠和腊肉 过后她给了学生两百元钱 后来在超市了解到价格 她说两百元给少了 还要拿钱给学生 又有一学生家长 送了几斤草莓给她 过后她给学生家长充了一百元的电话费 暑假家教公司给她课时费六千五百元 她觉得给多了 只收了五千三百元 少收了一千两百元 她对老板说 你上有老下有小 挣钱也不容易 五千三百元就够了 当时家教公司的人 感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她家有父母亲三姐妹 绝大多数时间是她一个人在给赡养费 直到她的父亲去世 现在她只有一个母亲 每月给生活费两百至六百元不等 我们结婚已二十多年 她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我 她对我的父母亲也很孝顺 现在我母亲过世 只有一个父亲 她对我的父亲 家人和亲戚朋友也很有爱 乐于助人 她的视力不仅仅只有这些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知夫者莫如期 在后来的日子里 通过她的言行完全一致 我才相信了她说的话全都是真话 才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她还有很多的事情感动我 特别是家里面的事情 和她接触的时间越多 就会觉得她这个人越好 现在我们家没有矛盾发生 没有争吵生 大家都相互尊重 相互忍让 相互信任 互敬互爱 生活过得其乐融融 自从她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来 身体比以前更健康 没有吃过一粒药 没有打过一支针 也没有输过一瓶水 更没有住过一次院 与沈阳市派出所警察的一次对话 9月13日中秋节 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曹彩珍和丈夫 到家不久 便有人敲门 是一名穿便衣的当地派出所 王姓年轻警察 曹彩珍把王姓警察让到屋里 王姓警察说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来看看你 听说你练法轮功 一直没见过你 领导让我和你见一面 你还练吗 曹彩珍说 练 曹彩珍就把自己当年病危 写下两份遗书 一份给妈妈 一份给丈夫后 练功不到一个月 并神奇般的好了的经过 和99年720 去省委上访的过程经历 讲述给王姓警察 王姓警察表示同情理解 并说 这次来是因为70年大庆 还说练法轮功身体好了 就在家练吧 不要到广场去练 也不要跟谁都说 你是练法轮功的 我是为你好 曹彩珍说 你知道周永康 薄熙来等人的下场 都是迫害法轮功的结局 王姓警察表示 听说过 曹彩珍又说 现在美国政府宣布 制裁迫害法轮功者 王姓警察说 知道知道 过程中 曹彩珍的丈夫过来三次 都被曹彩珍搀扶回屋 丈夫刚从医院打点滴回来 曹彩珍告诉王姓警察 丈夫的父亲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死 丈夫对警察找曹彩珍 很担心 害怕 王姓警察说 以后再也不来了 并问曹彩珍 这次他来能不能下着叔叔 指曹彩珍的丈夫 王姓警察临走时 拿着手机对曹彩珍说 我能和你留个隐吗 曹彩珍说不能 王姓警察又说 你能给我留个手机号码吗 曹彩珍说 我的手机号已经不用了 王姓警察说 好 不留就不留 王姓警察走时 曹彩珍送他到大门外 王姓警察几次让曹彩珍不要送了 让曹彩珍回去照顾好叔叔 分手时 曹彩珍和王姓警察同时挥手告别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 骨癌患者起死回生 大陆来稿 同修小A被迫害流离失所住在我家 一天小A的丈夫来到我家 刚进门 只说了一句 我妈只能活一个月了 我问怎么回事 她说 骨癌 纸标都 急转身开门要走 回医院 我说 进来 别急 等我们发完证念一起去 她脱了鞋进屋倒在床上 这时已经中午了 我们发完证念一起去了医院 我们见到她母亲 人看上去病入膏肓很是消瘦 手上打低流的胶布还在上面 我跟她讲法轮功真相 同时回答她提出的几个问题 特别是关于携党给开支的错误认识 为什么三退等问题 谈了两个多小时 一切问题都解答了 她曾经入过的团队 用真名退了 而过去 她儿媳小A劝她三退 她就是不退 他们老夫妇香港澳门台湾都去过 但被携党洗脑太严重 就是不听真相 也不三退 这次彻底明白真相后 真心退出携党的一切组织 她说 这里医院都是重症病患 夜间都是哭叫声 很吓人 在这里害怕 我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我们的师父说 真善忍三字 圣言法力无限 法轮大法好 真念万劫即便 选字 红银四 对联 我把师父这副对联 按我个人的认识 给她解释 她告诉我 明天去医大检查去 我告诉她 检查不检查 不要往心里去 你就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她答应了 我们告别了 在回家路上 我买了韭菜 进屋和面 做馅 包三鲜饺子 这时小A的丈夫 在房间已经打上呼噜了 煮好饺子 叫醒小A丈夫 让她开车 给她父母送去 晚上她回来了 说她父母都吃了 明天去省医大 小A的丈夫 心里还是放不下 我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会出现奇迹的 转天大早起来 她开车去医院接她父母 一路到了省医大 进行全面检查 到晚上还没有回来 这时已经八点了 我给她打了电话 她回答 结果还没有出来 还在等 九点钟电话响了 说各项指标全部正常 太神奇了 当天就直接回家 随后办出院手续 现在老两口又出门旅游去了 参与迫害 屡劝不听 山东村官遭恶报 山东来稿 龚建德 南 山东省来阳市江团镇 厚森布庄村邪党书记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几年 龚建德那时是村治安主任 他知道法轮功是教人 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 能使学练者身心健康 龚建德的妻子多年头痛 到许多医院也检查不出什么病 就是一天到晚头痛 可是学了法轮功以后 一个星期就好了 龚建德抽烟多年也戒不了 他一看《转法轮》这本书 一下子就把多年的烟引戒了 他们家在法轮大法中受益良多 所以那时他支持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 叫所有学法轮功的人在他家学法 2001年政府要绑架村里的法轮功学员 龚建德还站出来保护法轮功学员 他说我们村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上班的上班 干活的干活 犯什么法了 谁都不能随便抓他们 如果政府要强制执行 来一个我叫你们死一个 我看谁敢来 自从龚建德站在正义的立场 保护了法轮功学员 使他们免于受迫害 从此以后得到了神佛保佑 好运连连 做什么买卖都赚钱 两个儿子也都结婚了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他又当上了村书记 然而 自从他当上了村书记后 就如同被邪灵附体 看见法轮功学员就打 往死里打 什么时候打累了才助手 他认为 有中共撑腰 打死白打死 还说 我才不幸有报应 他的荒淫堕落 以名臭全村 情妇一大堆 淫乱作乐 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 他妻子劝他不能这样败坏 要给儿子留个好名声 可是 龚建德把他妻子的大法书 全撕了 一边撕一边打 说 你管我找情人 我就打死你 打死也没人管 要不我就把你举报 把你送进看守所关起来 2019年过年那天 龚建德被检查出几种癌症 都是晚期 就是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 癌细胞扩散 他一下子整个人全崩溃了 这本是老天对他敲的警钟 可他没有认识自己的罪过 反而怀恨法轮功学员 他天天拿他妻子出气 天天打 还说临死之前 必须先把他妻子打死 与他陪葬 慈悲的法轮功学员 不想看到龚建德 就这样在中共谎言欺骗中死去 今年8月份 顶着被抓的危险 再次给他讲真相 叫他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 退出中共 分清善恶 站在正义一边 就能躲过劫难 走入未来 可是 龚建德一条道走到黑 不感谢法轮功学员 舍命救他 反而变本加厉把法轮功学员打倒在地 把那位学员的摩托车扣下 又报警把那名学员关进看守所 从此 龚建德癌细胞迅速扩散 死前一个月难以进食 大小便失禁 受尽病痛折磨 只有一口气 生不如死的偿还者罪恶 最终于2019年9月4日死亡 生命在恶报中收场 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邪党党团队的 还在迫害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的人 以龚建德为戒 认清中共的魔鬼真面目和害人的本性 不管他暂时给你什么好处 给你官 给你钱 可是 他最终要拉你做陪葬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从被自杀说起 香港反送中事件已持续四个月 近期出现许多抗争者离奇自杀的事件 包括跳楼 在海中溺死等事件频传 9月22日 九龙游堂魔鬼山附近海面 发现的无名女扶尸 死者竟是曾参加反送中 且为游泳健将的少女 有学者强烈质疑 扶尸可能是警方失酷刑后的弃尸 即所谓被自杀 1.假自杀掩盖迫害证据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读者 对于被自杀一词应该不陌生 最常数及被自杀的报道 莫过于在中国大陆遭受 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自杀怎么被灌上个被子呢 各中大有玄机 世人不可不便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2年6月13日 被迫害致死的 3559名法轮功学员中 有44例疑点重重的被自杀 有104例 则是被警方谎称为自杀 或伪造事故的假自杀案例 总计为148例 法轮功修炼 禁止学员杀生 也不能自杀 即使在残酷迫害下 仍然以慈悲善心 对待加害者 究竟法轮功修炼者 怎么会轻生呢 其实这是中共蓄衣造谣 栽赃陷害 掩盖犯罪事实 中共强行火化死者前后 散布死者病死 自杀等谣言 既可推卸责任 又可掩盖罪恶 并嫁祸抹黑法轮功 中共为什么不敢验尸 为何要马上强行火化 都是为了掩盖 他们迫害的证据 以自杀来栽赃陷害法轮功学员 建议逃脱罪责 二 佐治刚身高1.7米 在1.6米高的门上上吊 让我们回顾几位信仰 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被迫害致死的势力 印证中共灭绝人性的凶残 2001年5月30日 33岁的河北省石家庄青年 佐治刚 正准备第二天结婚 石家庄乔西公安分局 突然闯到佐治刚工作单位 强行挟持他到新华街派出所 此日下午 家属被通知 佐治刚用自己的半袖上衣 在派出所上吊自杀 佐治刚没有理由自杀 他是菲利普 驻中国公司的优秀电器维修工程师 怎么可能在结婚前自杀呢 家属在火葬场发现诸多异常 尸体的脖颈部两侧 各有一条明显的脚细的伤痕 周围尚有血迹 背部有两块相距一寸左右 非常明显的伤坑 且后背大面积皮肤为紫色 头部有伤 左脸部腮部有钝气击打的肿块 右耳全部为紫蓝色 衣服上并无血迹 据称身高1.72米的佐治刚 是在1.6米高的门上上吊的 腿部弯曲上吊 老父亲质问 我儿子身体健康 出于本能一挣扎就会踩地 怎么可能死亡 用半胸上衣想自杀 也是困难 且不合常理 河北省石家庄市检察院 检查技术鉴定书显示 法医只做了简单的试表检验 认定义死的特征不明显 不足以认定是自义死亡 公安部门不让看试检报告 并不断催家属火化遗体 被家人拒绝 5月30日当天 石家庄连日的酷热高温忽然陡降 一时间寒冷一长 降下漫天大雪 足有一尺多厚 随后石家庄市流行鼠疫 人心惶惶 民众纷纷议论 六月飞雪 定有其冤 2003年7月 被关在四川省绵阳市新华劳教所的六巡老人 习志敏给家属打电话 说他现在身体很好 十月份可能就要回家 电话中老人很高兴 几天后劳教所通知家属 表示老人自杀了 家属赶到劳教所的第二天 才获准进入停尸房 当全家目睹死者惨状时 痛不欲生 其妻儿几乎昏死过去 他们看见老人一丝不挂 全身无数八张大小的屋块 颈部至耳根 被绳子勒成一个半圆形 红色深深血印 头顶包着八张大的纱布 家属质问 死者身上多处伤痕 从何而来 警方谎称是正常现象 是老人自己造成的 关于颈部血印 竟说他自己走到厕所 用捆手的纱布上吊 厕所高一米五 所以老人是坐着上吊死亡的 当家属去找同房 两病人对治时 两病人不翼而非 家属要求看病例 被拒绝 警察在家属未同意的情况下 强行将遗体火化 四 哺乳妻妇女被上吊 29岁的山东省维芳市妇女 吴靖霞 育有15个月大的孩子 2002年腊月初五 吴靖霞因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 被抓捕 被强行关入洗脑班 三天后 家人就被告知 他上吊自杀 吴靖霞是个为孩子奶的母亲 公安却在他胸部最腾处 用电棍电了四五处 深坑可见 脸上盖着卫生纸 嘴却流着鲜血 后背打得青一块 紫一块 黑一块 脖子上还画了一条红杠 家属给遗体换衣服时 见其大胯骨被打断 骨头茬 刺出肉外 不忍促看 迫害者还强行火化遗体 所有家属被严密监控 不让出门 也不让亲朋好友进他家探望 就连周围的村庄也被监控 封锁消息 1999年7月 中共与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 从一开始明目张胆 而后面临国际社会谴责的压力 迫害从公开转为地下 法轮功学员被自杀 被上吊 被精神失常等案例层出不穷 中共采用的都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阴损招 伪造现场 强迫家属在自杀鉴定书签名 公安威胁家属若敢透露消息 家庭成员的就业 升职 上学 生意等等 都将受到影响 恐吓家属若把消息传到海外 是泄露国家机密罪 要判刑 坐牢 因此许多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信息 没有完全传递到海外 至今还被掩盖着 5.解体中共不再有被自杀 一桩桩血泪交织的酷刑事件中 各地劳教所 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下恶行的警察 固然罪无可赦 但在幕后操控 纵容 默许 包庇和奖励的中共 才是这些罪行的最大根源 2005年 纽约时代周刊 一篇报道 曾评论中共的牢教所 是真正的法外之地 有着法律管辖不到的特权与黑暗 更多见不得人的滔天罪行 迄今 仍隐秘在幽暗的各牢教所 看守所与监狱中 谎言与暴力 总是形影不离 无辜的国内民众 深陷中共铺天盖地 撒下的谎言迷雾中 迄今难以了解真相 人权是普世价值 信仰真善忍 何罪持有 更不该无端遭受迫害 被自杀 被上吊 这些匪夷所思的恶行 只能存在于极权的红色铁幕里 中共迫害法轮功已20年 中共恶贯满盈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 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网封封住谁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19年10月20日 十一前后 网封加剧 很多同修破网困难 至今余波未尽 我也有几天上网吃力 现在把破网过程中 理解的些微想法 谈探 抛砖引玉 网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习惯性的思想反应是 旧实力因素 操纵表面空间的邪恶在干 妄图阻挡我们上明慧网 看到师父的新经文 企图破坏大陆与明慧网 等等海外大法弟子的交流 联系与协调 阻止真相传播 阻止救度众生 以图达到破坏大法 迫害大法弟子 毁灭宇宙众生的邪恶目的 但是 三界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 何况邪恶已经被清除的 很少的惊天 像内照 师父在各地讲法时 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告诉我们 向游牺牲 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对应的是我们自己的人心执着 每到邪党所谓的各种会 结 重大活动前 敏感日 敏感时期 等等 邪恶势力制造的恐怖氛围 让不实修的人心如扶贫 心随静动 从被动接受 到习惯自然 到主动配合 类似的主动配合 甚至是全方位的 只是个人的执着点 执着方式 强弱各异 这正是邪恶 再雷弱 也能够支撑着表面空间的 迫害形式的主因 从这个角度 可以说是我们的人心执着 在支撑的邪恶 我们的人心执着 正是法证人间前的主要障碍 世尊是可以举手清楚 那我们吸附着人心执着这部分 也就随着旧宇宙的一切败物 一起淘汰消散 识人浩荡 一再延长修炼的时间 一再苦心安排修炼的机缘 自由门 无界软件 至今没有更新 不正是给我们机会 正念破除邪恶的干扰吗 自己清理思路后 发正念除恶 开始有些吃力 感觉邪恶乌黑的屏障 冲开又合上 炸出缺口 马上又有邪恶补充上来 就是闯过去了 一会儿又被挡住 略一凝神 原来意识中 是带着人的这个肉身在闯 于是调整状态 身神进入微观 从容穿过 进入一个通道 随着发正念的加强 通道越来越通透明亮 金光华彩 一些佛道神在通道中飞过 后来认识到 是一些破网的通修 我想用神雷 把邪恶网风彻底炸掉 并请师尊加持 炸完后 通道已很宽广 一个意识打入脑中 这通道足够大陆14亿人通过 但是在通道 又有一些麻木的鬼怪拜物 拿着八边形的 有八卦图案的盾牌 网图再次组成屏障 却数目稀疏 只能遮挡局部 当时我的意识中知道 他们都是大把地子残留的人心执着的对应 网风封住的是谁 封住的是我们被人心执着 遮挡住的人的一面 放下人心 让修成的那面占主导 邪恶的网风必然破灭 在修得好的童修那里 联网留言等等 就像在纸上写字一样简单 甚至想说什么 就可以在网上留下什么 当然有不同层次法的制约 我知道差距是巨大的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 题目是 从治标到根治 也谈破网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3日 近期上网不太顺畅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也尝试过换通道等 但这次我想 为何不用正念呢 当时有过犹豫 有童修提出了很多上网的方法 但我想 总用技术容易有依赖技术的心 从而忽视正念 我感觉到 人的方法 像大夫治病 只割了表面的流字 深层造成有病的原因没动 还会复发 我们上大法网站 应该是畅通无阻 从法中知道 这是另外空间 有间隔造成的上不去 另外空间是在正邪大战 应该用正念上网 不应只看表面工具 要看我们正念的程度 进一步想 我们不能承认封网 是要心里 不再有封网的概念 而不是先想 封网了 再想怎么去排除 开始还有过 认为快十一了 十一之后 还有邪党的什么会 封网怎么也得到十月底 这些想法 正是旧的因素 可能会抓住的借口 看 他们承认封网是正常的 是应该的 还有 过一会儿看一眼连接速度 一看才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多都上不去 百分之八十更没希望了 再一想 不应被表面的东西限制住 八十九十 只是符号而已 多少都能上 在法上看 那些显示打不开网的数据 可能都是假象 失去治病 还是像修炼人一样 直接看到实质 在修炼中提高 或许这是师傅借此事 看我们能不能完全在法上看问题 检验我们的正信 连网络有病的表面现象都不承认 就像知道修炼人不应该有病一样 只看深层的原因 那就是邪恶在这里表现 说明这里不通畅 我们就针对那个东西去抓 把那个干扰因素拿掉 没有了从表面看封网的思路和概念之后 上网越来越顺畅 几乎与以前一样 没有封网的痕迹 我们如果连接起来 打通连接明慧网的脉络通道 就像师傅在转法轮中所讲 最后是上万条脉连成一片 在我们修好自己的同时 让网络发挥更大作用 救度世人 这才是否定救世力安排 这才是走师傅安排的路 才是师傅所要 这是最近上网的心路历程 自己体会到 认识的越深上网越顺畅 任何事没有偶然 面对封网也得向内找 有我们要修 要提高的因素在里面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会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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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